昨天晚上南京市民钱先生到北顾山路的一个叫康厨饭店的饭店里边去吃饭 结果吃完饭之后呢 发现自己车子里边的电瓶让人给偷走了 然后钱先生要求饭店去赔偿他 那这个饭店该不该赔呢 钱先生认为饭店没有尽到看管义务 应该负责赔偿 店家曹女士说 钱先生来消费是事实 但他摆放电瓶车的时候没有告诉他 钱先生说是饭店负责人让他把电瓶车放那的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最后钱先生报警 在牧鼠山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 饭店赔偿钱先生150元 江苏城市民的为您报道 我们记者呢也向律师做了一个咨询 律师的解释是 如果说根据现行的法律 没有停车场的饭店 他不承担顾客车子店名被盗的责任 有停车场的 这里边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看管的约定 那就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了 在这里要纠正钱先生有一点 就是你到这饭店里边去消费 和饭店形成了一个消费合同 如果说吃坏了肚子 或者对饭菜不满意 这个情态可以去赔偿 但是骑着店名车去吃饭 没跟饭店形成这种看管合同 所以饭店没有义务赔偿 给钱先生丢失的电瓶 当然了 如果说钱先生在吃饭之前 跟饭店有什么口头上的约定 那饭店恐怕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呢 民警协调做了部分的赔偿 这种赔偿也是有道理的 这种赔偿是最大的党是最大的党